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图片 全部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 如侵犯您的权利 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 图片与内容无关 请勿对号入座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 当时的很多县长都急于表忠心 这道理很简单 一旦忠心表得好 屁股底下的县长位置就得保 一旦忠心表得老 乌纱帽就搜的一声飞走了 当时江西景德镇有意 个兴起的县长 这天一大早 他早早地将县衙们运用的两个师爷找了过来 景德镇三巨头要开一个送礼小会 研究一下 给刚刚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送什么礼的大问题 一个师爷说 这是简单 给原大总统送一件景德镇最大号的瓷器 只有大 才能表现出总统的身份和地位 另一个师爷说 送礼的是不难办 我觉得应该送一件景德镇最精致的瓷器 只有最精致 才能物显总统的不一样和很特殊 这两个师爷争问了老半天 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还是齐县长给定了调子 一不送最大的 二不送最精的 而是送一件最特殊的瓷器 麻将 齐县长有个朋友在京城 他知道原大总统酷爱玩麻将 可是他手里的牛角低 盆木的 象牙的麻将一大堆 但却没有一套瓷器麻将 如果景德镇能烧出一套瓷器麻将 一定能讨原大总统的喜欢 那么齐县长的官职 没准就会骑 招二七脚上天连升三级 两位师爷领命 急忙将景德镇八大名谣的谣主 都找到了县衙 然后一起烧瓷器麻将的事 这些谣主们 一个个全都是直谣脑袋 要知道烧制瓷器麻将不是很难 而是非常的难 烧制一个麻将牌很容易 但要一起烧制一百三十六块牌 面花形相同 盘形相同的麻将 那绝对是一件超级难办的事情 可是再难也要干 不然等待这八大咬主 就是丰饶的命运 既然烧制成功的麻将牌 不好凑成一幅麻将 那就多做 不惜时间 不惜功本 一定要千挑万选的 鼓倒出一幅学品的瓷器麻将来 八大名谣的谣主 各自派出了精兵强将 然后烧制了三批瓷器麻将 在成千上万的麻将牌中 经过精挑细选 终于选出了色色相同 盘形相同 毫无瑕疵的一幅麻将牌来 而剩下的麻将牌 全部当着七线长的面毁掉 这样做 目的是确保这幅麻将牌的独特性和唯一性 这幅麻将牌送到了京城后 据说人士凯非常喜欢 还说 用这幅麻将牌打麻将 夏天手心里可以不出汗 可是不久之后 他就悍然宣布 改命过五年 1916年为红线元年 史称红线地址 可是这个不得人心的地址 只坚持了83天 很快就在反对声音中 分崩离析了 这幅青花瓷器 也随后就像水汽一样消失了 接着飘洋过海 出现在了千叶县甲丁的博物馆中 最后这幅麻将 又成了成都麻将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想一想这里面的起落浮沉 成败得失 真的令人唏嘘不一样 文兰海润工作室主编文秀才 本文创写 文秀才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文兰海润智室主编文秀才远 文兰海润智室主编文秀才远 文兰海润智室主编文秀才返回搜独 无论创摩族文秀才远 文兰海润智室主编文秀才远